我们一年结的婚 现在结婚已经七年了 我们结婚之前 他对我还是比较好 比较有耐心 但是结婚之后 就是对我关系越来越少了 在家里就什么也不做 小孩也不管 就玩手机 有时候我讲他吧 他还说我脾气大 还跟着他反着来 我们淘草闹闹这么久了 感觉也越来越累了 我这样的日子 我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37岁 来自湖南微商 女嘉宾贺女士32岁 来自湖南无业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小片里介绍了 结婚七年了 是吧 几个孩子 一个孩子 现在四岁多了 男孩女孩 女孩 在小片里大概听到了您的一些说法 对这婚姻的看法 对 我仔细想大概有两大类 一类是觉得他不太负责 是吧 第二类觉得好像对孩子不是那么亲 是不是这意思 对 七年吧 有人说这个叫什么七年之痒 给我们介绍介绍 他怎么不负责任在你心里 就是他现在是在家里做微商嘛 时间比较多在家里 现在他生活就是颠倒了 晚上活动的比较多 白天睡觉 不是他晚上干什么活动啊 看电视啊打游戏啊 晚上他就是不睡 看电视声音放得很大 你说他一下了 他就会好一点 第二天他又是这样 玩游戏呢 就是现在很流行说的那个什么 吃鸡吧 吃鸡 吃鸡 对对对 他以为自己带那个耳机 以为我们听不见 其实我们睡觉听到外面就在里喊 快来人怎么 我被打死了 怎么怎么样 我说你喜欢打也可以啊 你可以到网吧里去啊 是不是 就是你就不要在家里嘛 家里只有这么大 网吧那个我不会搞 他就说网吧他不会 上网手机跟那个电脑不是一样吗 不一样 两个版本 所以我也不了解 行 不管完成就是说 妻子对他打游戏这件事很有看法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我觉得他现在对我不是很有耐心 结婚之前嘛 我也是喜欢玩 喝点酒啊干嘛呀出去玩呀 他也就是很耐心的就是在外面等你 不管你玩到几点钟了 他都会等你出去逛街呀 他也会主动给你买东西回来 你不在他也会给你主动买 到现在就是逛街 现在不是也买了吗 也买了 你现在是主动吗 是我自己要求的时候你就给我买一点 因为现在你买东西的途径多了 你不需要逛街了 你不要说是途径 你这就是借口 你要是有新的话就会是吧 我买了也买不好你的 像口红那种口那种色那种色号 这蓝的根本就搞不清楚 什么405啊504啊小羊皮啊大羊皮 我知道是什么 那是我自己写错了 也是是我要求就是要求他买的 他有一次到就是香港 我就要他给我买我写错了 回来就稍微说了一下 他就一直记在心里呀 这个我替他说一句话啊 就刚才他说什么405 504的时候 我已经震惊了 我都不知道这个 对我是要求他 不是你写错的吗 对是我写错的 那你不能怪他呀 我没有怪他呀 对呀 我就是我就是平时 他没有怪我 他确实是没有怪我 回来就不高兴 我跟你要你买504 你买个405 我说白纸黑之灵写的是405吧 什么什么牌子我都忘记了 反正是一个那个口味 我就是平时现在就是像以前一样 你是觉得他不上心是吧 对 事儿可能也做了 但是你觉得他没用心做 对也是这样吧 其他自己指挥不得当 不是我 就是有一次出来看电影 那一次不知道是下点雨还是干嘛 就是不愿意出来了 但是他也给我出来了 不是不是不是 他停了车之后 根本就不是这回事 是因为我们约定好了 6点半 他就磨磨叽叽 然后等我们到 电影都已经快演完了 又要买票 然后就不高兴 他说这样那样 你从来就这样磨磨叽叽 拖拖拉拉的 你看你学个驾照 11年的还没学完 你学什么你说 你说我那个驾照开张 到现在驾照破产了 你说还没学完 你还讲什么 你就最喜欢拖拖拉拉的耽误时间 每次吃饭也是这样 是的 我这个是手动挡感觉不敢开 好 也没去学 你没有不是没有去学 你说连那个理论考过都没考过 每天都骗我 哎呀老公啊 明天我就去看这个理论书 后天我就看理论书 一年 两年 两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完了 十二年过去了 还是没有考到 你是介意他没考过驾照 还是介意他把驾照给熬黄了 都不介意 我就是说他 一个例子是吧 太得磨叽了 但是我们已经出来 就高高兴兴看完电影就OK嘛 那怎么会高兴呢你说 他就是一直唠叨 一直讲这件事情 搞得你就是两个人不愉快 心惨 对 电影也没看成 我走了之后 他现在就是追也不追你 他现在就是 你觉得他漠不关心了对吧 对 也不在乎你 也不是不关心 他以前那个结婚之前 搞这种离家出走的事情太多了 动不动就失踪了 那以前你怎么去找我呢 现在就 以前我担心你啊 我说你是个小孩 我担心你啊 你现在怎么办啊 你问都不问我一下 我没问题 你不回我啊